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建民 今天我想讲的话题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并不是严肃的逻辑思维和政治科学的话题 因为我的专题里面已经标明 就是我这个油管的这个沙龙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既有逻辑思辨也有玄学补经 虽然说在很多人眼里 这个闲学,这些意经八卦,等等这些诡异的东西 它登不上大雅之堂 甚至不止一塞不屑一顾对于他们来说 但在我看来,凡事不可绝对 只要存在,只要存在,而且存在这个东西它存在了几千年之久 有很多还很灵验 就不能否定它 就足以我 就应该要重视它 我今天谈的话题就是 是一个从鲜学的角度来看 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而且是一个规律性的事情 规律性的现象 它确确实实 你说它也是一种巧合也好 还是说它是一种规律也好 它确确实实 是非常的不同寻常 就是凡是与中共关系好的国家 或者与中共关系好的政治人物 它现在都受到新冠状瘟疫的严重打击 你比如说 这跟中共关系特别铁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柬埔寨总理洪生 他是所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就是中共的老朋友 他现在病倒了 罹患的是新冠状病毒肺炎 而且他什么时候病倒的 是在他力挺中共 为中共疫情背书 身先士足到武汉去 看望柬埔寨的侨民 结果被一个做轮椅的老太给传染了 他从武汉回国以后就病倒了 其乐 跟中共特别友好的 文在云总统治理下的韩国 现在是新冠状病毒大爆发 韩国官方公布的感染人数 已经达到800多人 成大爆发的事态 而且韩国军队也多人感染 训练都停了 而且因为韩国民众 他听信了很多韩国民众 听信了中共官方的疫情公报 误认为 中国的疫情 现在比韩国要好得多 于是很多韩国人就逃跑到青岛 就向青岛来避难 来躲避这个瘟疫 实际上中国的煽动的疫情 只有比韩国更重 但中共政府 它对于疫情的对外公布 它是大大的缩水 只公布大概2.1% 所以给全世界做成一个假象 就是中国抗疫风景独好 成效巨大 韩国人就上了当了 很多外国人 甚至包括外国专家 都以中共政府 对外公布的疫情数据为依据 结果是大错特错 一再大跌眼镜 而且必然再次大跌眼镜 韩国是一个 对中国对中共非常友好的国家 结果疫情大爆发 韩国是除柬埔寨之外 与中共走得最近的国家 我指的并不是以往的韩国政府 而是从文在寅上台以后 韩国与中共走得非常近 甚至某种程度上 比日本还要跟进 连华抗日 文在寅上台以后 采取这种连华抗日的手段 跟日本就是 竭力进行对抗 跟中国就抱团 有一种 尚未正式的说法 就是文在寅 他是朝鲜 朝鲜集权当局 派往韩国的间谍 这个虽然没有证据 但是很多迹象都符合这种指控 为什么呢 因为文在寅 他的父母 都是北韩 逃到朝鲜的难民 都是北韩或者韩国接受的难民 而且他本人 是非常衰进共产党 是非常衰进共产党的这样子官 而且在韩国 他在韩国上台以后 竭力的善点 反日反美的这种 伪民族主义 但对这个 朝鲜金家政权非常温和 竭力采取 绥靖政策 甚至 一再 对这个美国 制裁朝鲜 发出意义和质疑 所以 文在寅 文在寅是仅次于洪生 是 东亚最清共产党的外国领导人 结果朝鲜 结果韩国 疫情是大爆发之时 还有一个是 日本 日本 他是 日本他跟韩国 有所区别 就是说 他在 官涉到 他的国家 他的民主利益的 这个事务上 他非常强硬 对中共非常强硬 比如说这个钓鱼岛 钓鱼岛它是实行 安排上台以后实行国有化了 顶住这个中共的压力实行这个钓鱼岛国有化了 而且在上面修筑了这个永久的设施 还有这个油气田方面对中共是非常强硬 但日本 他很不好的地方 就是在于他有一种 有一种 故意 故意扶助中共 压制中国的心态 这个并不是 安排 个人有 而是 历任日本政府都有的这种心态 日本 众所周知 日本在 在这个经济方面 给予中共的扶持 力度是非常巨大的 从改革开放 从中共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 的 无息或者低息贷款 日本提供给 日本提供给中共的贷款 这种 没有利息的 或者是很低利息很低的这种贷款 超过一百亿美元 但当然 中共是会莫如生的 因为他要 善点这个民主主义 伪民主主义虚火 所谓爱国主义虚火 这么亲日 对他不利 他对日本的钱 是照单全收 但是反日 照样煽动 很狡猾 日本政府当然 心知肚明 但他继续要 继续中共 要辅助中共 还有一个就是 日本政府他是 助纣为虐 他在计划生育问题上 他也是大力支助中共 日本政府本身 因为计划生育 涉及到严重侵犯人权 日本政府本身 不方便出面 但他采取 让这个日本民间团体 支助中共 对中国 使行计划生育 的这种方式 他采取民间团体 支助中共寄生的这种方式 以援助这个 中共 援助中共 不下百亿美元 不下数千万美元 这个 对中共计划生育 援助 不下 他不下数千万美元 那么 日本历届政府 他这种 政策 他在这个八九 六四天安门大吐杀以后 他表现得更为 更为典型 就是 八九六四大屠杀以后 以美国为所的西方国家 对中共实行 这个经济制裁 但 随后 很快就完全松动和瓦解了 在 即便在这个短暂的几年 经济制裁当中 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 也是阳奉 因为 一直 与中共 进行 这个 经贸往来 利益勾兑的 日本政府 对于 这个违反 这个制裁 一直 与中共 做生意 也是导致 这个 对中共 对中共的 经济制裁 效果很差 很快瓦解的原因之一 那么 日本政府 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有一个非常 阴暗的心理 就是 日本 日本 他 他 虽然他本国 他奉行的是 自由民主普世价值 但他不愿意中国获得民主 和自由民主 日本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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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本国的国民 他对日本人 绝对不搞 计划生育 相反 他鼓励生育 但他却 一直支持 中共 进行 计划生育 为什么这么自相矛盾 因为 日本 政府 他有一个阴暗的心理 他不愿意中国强大起来 而且日本知道 中国 一旦获得民主 就会迅速的强大起来 而远远超过日本 而实行 而 扶助中共 押注中国 驻咒为虐 扶助中共 实行计划生育 对中国 对中国 是一个 对中国的崛起 是一个很大的阻挠 日本政府 有这么一个阴暗的心理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安培晋三 他本身是一个 比较 极右翼的政客 他上台以后 在 一门心思追求 恢复这个 昔日日本帝国的荣光 安培晋三 他就是崇光奎 就是日本帝国末代首相崇光奎的外孙 他是 绝对是右派人士 而且是比较极端的右派人士 他在 他为什么对 中共 采取一种非常亲善的态度 不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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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是左官 他不是左官 他是极端的右派 当然 不是最极端的右派 他是比较极端的右派 所以 这个安培晋三 当然 这个现象 他也戳破了一些 这种 右派偏致的这种 中国异议人士当中 偏致于右派的人的一种偏见 就是以为 辅助中共的 只是左派 只是白左 右派就一定反共 不一定 完全不是这样 右派有些 他坚定反共 但有些 他是故意 故意扶持中共 安培晋三 就是属于那种 故意扶持中共 押住中国 那种 但他 他遭受的这个报应 也是非常明显 现在 新冠状 瘟疫在日本 也是曾爆发之事 现在 包括以色列 其他国家 以色列俄罗斯 都开始坚持日本 日本入境了 日本 他正在 他在国际上 受封堵的这种趋势 日本和韩国在 国际上受封堵的趋势 正在布中共国的后城 还有一个 谁跟中共 谁与中共 抱团 谁与中共友好 谁就遭殃 遭受新冠状病毒的打击 这个规律 还发生在伊朗身上 伊朗为了对抗美国 近年与中共 是大幅的抱团 特别是 他的外交官 不是外交官 他的那个 军队的恶号人物 苏莱曼尼被美国刺杀了以后 他更是大幅求助于中国 投靠中国 那么他这次疫情 非常严重 在中东地区是最严重的 但与伊朗的形成对比的 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就是 追随美国的那些国家 比如说以色列 沙特阿拉伯 他的疫情就很轻 与中共国抱团的疫情非常严重 在欧洲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他为了这个经贸的利益 他追随这个 这个与中共国 与中国国这个 进行这个经贸勾兑 是在欧洲 是最为力气的 他也不够欧盟的反对 力挺中共国的一路一带 他对习近平一路一带的 的配合 的支持是欧盟国家中最积极的 结果他受到这个新冠状瘟疫打击最大 现在是他的疫情最严重 意大利对某些城市已经开始封城了 所以这个也是 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规律性现象 所以这个 这些现象就说明了 这些现象就反映出这个 在武昌起义的 这新冠状病毒啊 这个瘟疫 他是来收拾中共的 他是要来带中共走的 是上天派来 让他来结束中共把中共带走的 你可以看看在中国 什么人最容易感染这个新冠状瘟疫 最容易染病的 最容易染病的 是中共最 最 赖以 这个为正山之宝 执政之根的 钢铁长城解放军 维稳的刀把子 公安系统 最容易染病的是他们 因为解放军 他是一个密集的 密集的一个社会群体 他非常容易感染这个瘟疫 他在瘟疫面前 是最薄弱的社会环节 还有一个就是公安系统 公安系统 他是 他的工作性质 是 冲锋在 镇压维稳的第一线 每天都在密切接触群众 镇压群众 监控群众 他公安 他们 每天与这么多病患者 或者带毒者打交道 他怎么可能 不感染呢 还有就是那中共 他用于 这个社会管制的 大量的红袖套 他们更是 那些防护的条件都不具备 就那么戴一个口罩 就要 要接触 要接触大大小小 轻轻重重的这些 这些患者 或者是带毒者 他们 比公安还要容易感染 这个也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就是谁 中共倚重谁 谁为中共卖力 谁对中共重要 谁就容易感染新冠状病毒 所以 这些规律的现象 都指向于这个新冠状病毒 他就是贴意 他就是上天派他来 带中共走的 上天派他来结束中共的一个瘟疫 那么 这个新冠状病毒 这个新冠状病毒 它是上天派来 结束中共的病毒 这个也 实际上早就 体现在毛泽东的诗词当中 说者无心呢 听者有句话说 说者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或者说 说者无心 一语成称 就是这个意思 毛泽东 他本身 没有这个意思 但他 一语成称 你比如说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 而且是在五十年代说的 毛泽东 非常羡慕 当时苏联在恶战之后 如日中天嘛 重工业非常发达 这个 陆军非常强大 毛泽东 献咽之余 就说了一句话 就是 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这个就是对中共必然垮台的预言 毛泽东实际上早就已经 无心残留柳成荫呢 就已经预言到这个新冠状病毒 对中共的打击 他有一首诗 是1958年写的诗 当时这个江西有一个地方 血腥虫病被消灭了 毛泽东非常得意 就写了一首诗 叫做《春风扬柳》 叫《宋温神奇恶》 《春风扬柳万千条》 《六亿神舟静顺遥》 《红雨随心翻作浪》 《青山着意化为桥》 《地洞山河铁碧遥》 《天年无岭银出落》 《地洞山河铁碧遥》 《借问温君欲和网》 《子传民族照天烧》 他就问这个 这个瘟疫要到哪里去啊 这是江西的血腥虫病被消灭了嘛 他就得意言言地说 你这个温君你要去哪里 结果他在诗中自问自答地说 只传民族照天烧 就是 那个瘟疫 他要给中国传播民族 他要照着天烧 照着天 天就是共产党的天 共产党政权 只传民族照天烧 民族这里是 谐音就是民族 就是 就是预言这个 中共政权将亡于瘟疫引发的民主思潮 那么这个 关于这个中共政权何时垮台 实际上毛泽东 他无意当中在另外一首诗 也提到过 也是一语成称 他1949年 登基当皇帝之前 前夕吧 1949年3月底 他在北京跟这个国民党左派柳亚子 相见相谈盛欢 然后就由于1949年大概四五月份这样写了一首诗 回证柳亚子 他的诗是 诗名叫何柳亚子先生 就是 饮茶粤海未能忘 所据渝州叶正皇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莫道昆明吃水浅 关于胜过富春江 其中这两句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就是对中共垮台时间的预言 这个三十一年不是指 中共窃国以后三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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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过去了 八零年吧 已经过去了 这个 也不是指毛泽东时候三十一年 到底是指什么三十一年 我这里不说破 落花时节读华章 就是 花落的时候 就是牧村时节 就可以读到华丽的篇章了 这是环旧国 就是回到中华民国 就是回到1919年以前的这个正常社会 叫环旧国 那么是什么时候呢 是牧村的时节 落花的时节 也就是五月份左右 五月份左右 中共政权的垮台 是在五月份左右 某一年的五月份左右 至于哪一年 我不说破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好的 这期节目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